這個人怎麼了 好 這個人怎麼了 我們其實剛剛有稍微的討論一下 這個人怎麼了 外面看起來 他今天被人家知道的是 他讓一隻狗受傷了 就因為這隻狗讓他手弄髒了 所以他反應時的 所以他也道歉了 然後也道歉 他也願意付法律的責任 好 那我們如果倒帶回去的話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人 他不過有這個 成長的過程 那我想這兩個表 在座老師應該都非常熟悉 這是你們的專業吧 對不對 Eriksson的這個 社會心理發展的法律階段 好 那這個表就給大家 再來參考了 就是我放在這邊來思考一下 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 在這個理論之下 就是每一個階段 有他媽的重要的任務 重要的任務 前面的任務 如果沒有完成 可能會想到後面 任務的這個 學習上面的搭接 那在嬰兒時期 很重要的是信任 對於非我 就是除了他自己這個課題外 其他的信任關係 第一個需要進入的信任關係 就是他的媽媽 他的家裡的人 是不是 還有成長他的環境 能不能讓他的信任感 大家最清楚的就是 有那個猴子的研究 對不對 那個出生的幼 放在有刺的媽媽身上 跟毛龍媽媽身上 的那個故事 對不對 好 那再來到了幼兒期的時候 他開始需要發展 對於環境的一些 探索跟控制的能力 所以 所以這個自主能力 修 修持懷疑等等 好 星星啊等等這些 我不知道這位 當我們暗地的腳腳 會不會在這邊 就有一點點問題 好 那 所以我 我不一一的這個 就是介紹在這個表 我們等一下的活動 可能就可以 等一下的活動 可能就可以探討一下 再包容 時間過了很大 沒有比較時間 好 那 呃 我得 對不起 所以在我們這個 想要給大家看這個 我還是給大家看一下 好 因為它就是放一場 因為它就是放一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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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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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